好,同学,你们拿回你的笔记第二版出来 现在就和大家看一看 在笔记上,化合物的物质和用途究竟是什么 以下我们有六种化合物 第一种是绿化纳,大家可能都会知道 绿化纳,有个化纳,隔着了绿和纳这两个字 组成它的元素是两种 第一个就是绿 第二个就是纳 旁边可以写下绿,我们叫做cl 纳就是na 当我们用化学的物质,当我们用化学的方法结合之后 就变成绿化纳 绿化纳是什么?是否很复杂,会爆炸的东西 其实不是的 绿化纳我们经常都会吃到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盐 或者仔细一点,吃得下肚的食盐 下一次你可以试一下在街市里和姐姐说 可以给我一些绿化纳 或者姐姐说你都傻的,不会理你 第二个就是碳酸钙 碳酸钙 碳酸钙是什么? 碳酸钙 组成分包括会有碳 也会有钙 当然碳酸钙是否只有碳和钙 绝对不是的 其实中间还有很多很复杂 很多其他的元素 包含在碳酸钙里面 但今天我们不详细去说了 我们看到的就是碳酸钙 有碳有钙就可以了 而碳和钙在周旗比里面 我们也会找到的 碳酸钙用途是什么? 碳酸钙 我们可以说是整汽水用的 整汽水用的 轻氧化纳是什么呢? 轻氧化纳看上去又好像很複杂 我们先看看轻氧化纳 有几种东西 有轻氧、氧和钙 组成成分 就是这三种东西 轻氧、氧和钙 而轻氧化纳来说 我们家里也有机会用到的 我们用来做清洁剂 洗厕所用的 清洁剂 洗厕所用的 轻氧化纳是大有简性的 它有附食性的 所以用它的时候一定要大手控 和要注意安全 好了 唐了 唐 我们拜阿课的课程中学过的 唐是什么? 其实是碳水化合物 如果你看看拜阿书里面的六角形 有没有印象? 六角形 就是一个葡萄唐 最简单的就是 你看看一本拜阿书 六角形里面有些字母 有些不同的化学元素 那些化学元素有什么? 碳水化合物 会有碳 会有氢 也会有氧 也会有氧 碳水化合物 糖用途是什么? 很简单 调味 调味用的糖 水也不多说了 我们都知道水是H2O 下面二氧化碳是CO2 大家都会写的 水就会由氢和氧 组成 用途是飲用 或者用来清洁 也可以的 二氧化碳有什么用? 二氧化碳的总体成分就是炭 和氧 用途是什么用途呢? 植物 光合作用 当然是不静止的 二氧化碳还有什么用途 例如制作干冰 这些都是二氧化碳用途 这些是化合物的物质和用途 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表后 对于化合物的认识 就会更加加深 也会知道化合物和混合物的分别是什么 有问题 紧期对好答案 然后一定要温书 拜拜